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1美元兑质源暴涨至106上方 2加盛集团表示欧元兑美元濒临下破 3德意志银行表示二季度通胀公布前 看空澳元的三大理由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三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美元兑质源周三亚盘大幅飙高 会价重返106关口上方 盘众报导称 日本首相安倍将于今日宣布刺激方案的细节 日本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将为27万亿日元 该报道公布后 美元兑日元延续反弹的行情 大幅飙高至106关口上方 会价基本收复本周初的失地 日本股市也随之飙高 日进225指数早盘收盘上涨1.39% 日进225指数期货 在新加坡扩大涨幅至2.9% 北京时间7月27日11点24分 美元兑日元报106.3034 英国6月脱欧公投后 欧元兑美元随即暴跌 失守一个大型的平行上升通道 并在1.0900至1.0950区域附近 形成一个关键的支撑区域 此后的过去一个月里 欧元兑美元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间内盘整 因为自12月低点1.0500一线 到5月高点1.1600一线的整个平行上升通道等 61.8%回档位也在前数区域附近 所以这个区域具有重大的技术面意义 欧元区这种于近期推行额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 给欧元带来持续的下行压力 当这种压力与FOMC周三立场可能更强硬的可能性 相结合 美元或许进一步上扬 并导致欧元兑美元快速下破1.0950附近的当前支撑 一旦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这种持续背离的货币政策引发下破的话 欧元兑美元的下个主要目标还是在1.0800支撑大关 如果此位也告破可能再度瞄准1.0500支撑大关 在北京时间周三9点30分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通胀数据公布前 德意志银行认为有三大理由足以促使其继续看空澳元 首先澳洲联储8月降息的可能性看起来仍然被低估60%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通胀数据公布前 德意志银行认为有三大理由足以促使其继续看空澳元 第二澳大利亚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利差 在6月和7月出现扩大之后 至此有收窄至35个基点 这意味着基于历史的关系 债券资金流入去世将会停滞 第三多空头寸持仓以及估值仍然支持做空澳元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